接下来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叫SideMap SideMap Map 这地方其实很简单 直接就是拖拉过来 拖拉过来之后它也有个节点 那这个节点部分就是根据你刚刚设定的那个 就是网站的导览结果来的 那你有几个层次 它就会修足几个层次的节点 所以这边的话你一样 这地方我们就直接自动化 看你要哪一种方式去呈现 那这地方的话你可以跳一个你喜欢的 按一个确定就可以 确定之后呢我们直接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呢你可以切换到首页好了 Default这个首页 直接我就直接把它执行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在首页 所以它不会秀 如果我今天呢就跳到Home的地方 你会发现Home出来了 首页的部分就可以再点回去了 然后呢如果今天点了那个白羊座 白羊座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Home也可以点 首页也可以点 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概念跟购物网站也是一样 很多网站都有这种概念 那早期的话 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工具的时候 你自己要做其实也是可以的 只是说很麻烦 也就是你要去做一些相关的link 然后变成手动的 光做这些只有几个网页还好 但是你网页数量多的时候 那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而且